今天翠翠 我是劉沛 請到翠天來 耶 也是讓... Yo What's up 沛隊 我是劉沛 Pierre 大家有看到我今天 是不是穿得很好看 而且我不知道你看不出來 但我有化妝 我們今天這集片很特別 因為我們今天要參加 Vogue跟GQ的 Conde Nast Social Influencer Award 我們先從前幾個禮拜 去拍照的時候吧 OK 化妝完 髮型也差不多 現在是保留這個東西 應該是把它放在比較扁的 嗯 不習慣你們覺得怎麼樣 第一次的體驗這樣那麼的專業的拍照 我很會拍照 我只會這樣 這兩次因為他們剛剛 差不多一個小時 所以一個小時就有這樣的成果 OK 待會要拍照 Wish me luck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你裡面就可以先脫掉 然後你到時候可能可以這樣子 然後露一點點 所以是這樣的 原來是說 喔 先穿著很滿 然後說喔 可以接受的話 脫掉 然後到下面就 喔 可以接受的話 再脫掉 是不是 然後準備拍就是 喔 可以接受的話 整個脫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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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這個蠻好的 可以撿進去 我現在拍攝了 你看 待在後面 OK 我要換衣服 我剛剛拍完 很棒 一開始我想說 喔 這個好奇怪 現在有一點喜歡的 但是是Gucci 再見了 這個 Bye Bye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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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帥 當然了 基本上就選這個 好看嗎 大家覺得 明天 加油 我要戴這個嗎?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因為... 你現在... 所以... 不要不要不要 OK 好 所以... 要戴齁 我知道 沒有沒有 我知道 OK 好 好 已經換好衣服 剩下好像40分鐘就要進去 有一點點的緊張 因為我要走紅毯 因為走紅毯 可能需要擺一些姿勢 所以我就有拜託美根來 嗨 美根 美根妳要幫我擺姿勢 對不對 OK好 我們直接搜尋網路 紅暴護的姿勢 您 然後就很多專業的明星啊 他們有走紅毯的一些姿勢 擺姿勢 OK 應該差不多 美根肯定要先離開了 不要看我參加 我沒有獲得獎 加油 加油 OK 拜 開始有一點點緊張 因為你聽到那種音樂吧 那首紅毯的音樂 它好多媒體 你看 好 我們剛剛走走走 然後 紅毯在這裡 然後呢 現在所有創作者入圍的 大家都在這裡 還有旁邊這裡 還有旁邊這裡 大家 我看到一個人 她好高喔 沛莉 怎麼這麼高啊 天啊 好漂亮喔 天啊 你帶了你的相機 謝謝喔 你今天好漂亮喔 李小龍 我沒知道你的中文名字是李小龍 是嗎 好可愛 你看 她是不是今天很美耶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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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天啊 喔 天啊 喔 天啊 我沒知道你太低了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打算了 對不起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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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暫時 暫時 Sasha 喔 天啊 我知道 我先去拿我們 然後站直直 一 二 二 或是我們要短一點 哈哈 嗨 大家 好痛 這有個新聞嗎 OK 待會要上去那邊拍照 希望我剛剛練習的Post是OK的 來 左邊 好 開手臂 待會 就換我了 她好專業喔 她很會擺Post 換我帽 誰要來介紹 下一位是網路人妻 YouTuber還是 她不知道我是誰 OK 剛拍完 好棒 我覺得應該是OK 表現得OK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跟你說 進來這裡之後呢 他們跟我說 啤酒是喝到飽 我是Lululu的 所以Lulu上了 是不是上台了 嘿 那你看到嗎 是一 二 三 我跟你們說 我剛剛在紅潭上面的 我其實是蠻緊張的 喔 真的喔 但是我看到你們兩個 我就完全放輕鬆了 真的嗎 真的嗎 我一開始先 就是想要假裝那種酷酷是不是 對 對 然後我看到你們我就 哇 直接壞掉啦 壞掉 你們直接不會壞掉 是好了 喔 那你看是誰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Ariel 抱歉 我們已經在網路上認識了蠻久 因為我有看你的影片 對 然後呢 剛剛在化妝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面對面人生的 我們是相認 就欸嘿嘿 久不見了 對 對 就感覺是不是見過 而且我跟大家講 我們剛剛在化妝室的時候 那個劉沛在開導我 她基本上就很像我的mentor 沒有沒有 人生啊 你要重新定義成功啊 其實很有用耶 我剛剛真的有好好的思考一下 所以大家觀眾 如果你對人生有疑惑 疑惑 你可以盡量問劉沛 他會為你開導你的 欸 但你知道嗎 我在頻道上都從來沒有講過這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可能我可以 他蠻厲害的 但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好 我們什麼時候要合唱一首歌 每次 真的啊 你說的啊 每次 你說的啊 OK 好 聽到喔 你聽到啊 她說的啊 OK 好 問你說這個就是專業跟不專業的差別 他們有這個燈 為什麼我沒有 好 我們現在要走去我們的座位 然後你看 刮吉大大 他忙著講話 他永遠講話 好厲害喔 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因為我這一次入圍的是年度旅行生活獎 但我完全忘記我要講話 如果真的有 我就會超級緊張 糟糕 來吧 男人 你怎麼知道我在那裡 因為我這裡有反應鏡子 我知道 但我給我機會 欸 拜託 我在拍Vlog 你在幹嘛啊 你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啊 喔 好 你說 你怎麼那麼帥啦 沒有啦 繼續 繼續 沒有 沒有 繼續 喔 繼續 繼續 喔 沒有 這個西裝給我穿啦 不用啊 繼續 繼續 旅行生活獎隊年度得主 得獎是 請看 劉沛 請到台片來 耶 POKEMON GET TO DAGUE 我們這個風格迷人大賞的獎盃 你肯定的獎盃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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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一直在鬧 嗨 記上司機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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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我叫劉沛 劉沛 耶 好緊張 好酷喔 第一次跟你就得獎 然後上去台上講話 現在要拍照 超不會拍照的人 去拍照 去找Cyxin 走Cyxin 好 換衣服 大家等她一下 好 好 換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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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不跟我講 她到底為什麼會來這邊 然後其實就很當然入圍嘛 但是因為我沒有看到那個訊息 然後就為什麼來 然後你來當主持人嗎 英文翻譯嗎 不可能 劉沛是應該要得獎的 沒有錯 重點是 因為Hailie是你的粉絲 然後她跟我說 喔 欸 你知道我孫正希 要去Vogue那邊表演嗎 我說 What? 她表演 為什麼不告訴我 對 我知道啊 妳不告訴我啊 妳沒有在看我的臉書 欸 那朋友應該是 就是真的直接講欸 欸 什麼 我要去嗎 我跟Cyxin認識了7年 對 就是我們 開始在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認識的朋友 然後 妳是今年的金曲獎 對 西遊記 我們的試驗都有一樣的 類似的成就 我覺得 不是類似 妳那個成就 Come on 這是Grammy好不好 我剛開始Vlog的時候 沒有人在看我的影片 只有希西在看 是說真的 開始有人看我的影片呢 她就說 我不要看了 對 太多人看了 太多人看 我不要看了 有驚訝嗎 有驚訝嗎 你都講成這樣 哪有驚訝啦 就是恭喜 恭喜劉沛德嘉 OK 大家今天要訂閱 謝謝希西 關注她的IG 關注她的Facebook 然後 常看我的IG就看到她 然後 看看我的MV 耶 因為她跟Machi弟弟的新歌 參加 掰掰 繼續看我 不是 繼續看 繼續看劉沛的Youtube OK 活動結束 得獎 好開心 我是有準備好一個小小的演講 結果我完全沒有用掉 就除了最後面 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有夢想的話呢 就往前走 繼續努力下去 不會失敗的 只要你有努力 你有嘗試過 就一定可以的 沒錯 你最棒 兩位主持人還蠻厲害的 他們有做他們的功課 也知道美根 一開始我想說 應該很緊張 但結果 其實看到很多 很熟悉的朋友 所以看到他們就 比較安心 比較開心了 我覺得很棒 真的 這次的活動 一定要感謝Vogue 感謝GQ 當然最後一定要感謝你們所有配對 因為你們 所以我們才可以得到這個獎 這個獎 不只是我的 也是屬於你們的 所以 謝謝你們 真的 穿到比較舒服的衣服 OK Anyway 反正最後面 就想要跟你們說 非常非常感謝所有所有配對 我可以去這麼多國家 去抓寶什麼的 那個獎我還沒有 但是 有了之後呢 我會放在我的IG上 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喜歡 別喜歡就分享 想要收到最新影片的同志 以及加入配對 我們快要破100萬 所以 記得訂閱 你最棒 記得按鈴鐺 謝謝 燈光 謝謝Lim Lim是我經紀人 Yeah